来到HAPPY FINDING 早上 我要戴口罩 他太开心了 因为他刚才有偷拍 因为开节目的时候 我们正在准备 在直播室两位拍档 阿斌仔很用心地 不知道看着他电话 看什么 但看到我们的女朋友 看些无谓东西 看些无谓东西 可能通常都会 在做节目之前 Selfie一张 上Facebook 我手痕 在这个超现实科技的视像电话里 你看看那个格子 我会看到可南在那里 不知照片 Selfie 还是想做什么 我觉得应该拍下 另一面给大家看一下 你已经拍了 这个HAPPY FINDING 今早看到我可南这么开心 因为最近我感受到他 自从踏入9月之后 他个人是精神爽利 我会吓吓你 不用怕 等你个人放气活去一下 我们说自从他踏入9月之后 他个人精神爽利 知道为什么 他逼他早起床 他儿子逼他早起床 他现在很醒神 7、8点完成了 即作为家长接送服务之后 他已经可以独自享受 一个多钟的自由时间 放下风 吃下早餐 跳下 通常都是去银行 去报纸、查餐厅 然后去一些社交舞团 学习玩可乐棋 那就很开心 去广场 因为这个家长们 当然送了子女上学后 真的会得出一些空疑的时间 这是真的 但是究竟在这个学校里面 又发生什么事 有一宗就是 亨哥刚才分享出来的 这个可以一会儿说 另外一个 那个可以先说我 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 学生回了学 第一就是开心 然后回了学的朋友 即同学生 都是开心的 因为第一 隔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真的可以回学校 现在终于都可以回学 现在终于都可以回学 是的 见到同学生之余 也可能有些学校的活动 之类之类 就开心一下 譬如可能一般情况下 譬如我们九月回学了 十月左右 那可能是有些校运会 那这么快吗 开始的了 然后再看你想参加什么学会 那我儿子一定会输 那也不是的 他还没练 看他玩 看他玩什么 找人少玩的 通常呢 就是我小时候的 拿铁牌的 你记不记得 是的 金银铜铁 拿第四 因为没有人参加跳高 就迫着我想参加 也不能参加跳高 当然让我拿到第四 原来是有个铁牌的 是的 就是因为那个铁牌 然后就令我 令我觉得自己 我们是这个跳高的能手 然后就很努力地 心做 那真的是铁吗 金银铜铁 是真的给你一个铁牌的 真的不知道为何给了一个铁牌 真的很好 心灰 永远得奖 第四是最没压力的 是的 但又好像有些拿了 对 好像有好处 適合可男 把压力射到第五 但是我并没有辜负这个铁牌 都到我中学的时候 我都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跳高的高手 然后之后 排第四不是高手 我在方一 是连续两届 是拿这个跳高金牌 好 是吗 因为只有三四个人参加 这么厉害吗 就是 灵为鸡口 莫为牛后 这个状态 你懂得吗 没错 学生哥上学后 除了有科外活动之外 你知道 今时今日很多 教材上的东西 题目上的 要与时并进 是的 早前有些新闻都说 其实今年的教书 哥哥姐姐们 都是惨的 第一 现在就转了 阿斌 香港与时并进 这四个字封了 不好意思 和可南的银色牌 表起了就行了 什么阿童 与时不云并进 对不起 不与时又不并进 之后 他们就要改一些题目 搞这些 搞路 你知道 这个环节 就很考起 Mr.sir 因为他又要 好像要一些小姐做功课 但又要他 有些提高他的学习兴趣 例如以前可能 二十多三十年前 然后有个作文题目 叫最经典 中学生应否谈恋爱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学生 会觉得 哇 好汁 哇 好辣 现在才问 现在心想你干什么 你喝大了吗 你可能再问 中学生应否同一时间 有两次恋爱的经验 可能他们一脚踏两船 或者一脚踏三船 是否正确 是的 又或者如何有效 第一脚踏三船 那些年轻人才会答你 好 今年有一家学校 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英文科功课 有一个新的题目 写了一张通告 告诉家长 你未来的子女 就会有这些题目 其中这个 因为搞笑 就是关于这个 大家都很流行 最近很多女生很喜欢 Anson Lo 教主 所谓 不可爱教主 然后她的题目 是说什么 因为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科目的题目的功课 就是用这个人 Anson Lo 作为一个题目 然后在题目当中提及到 学生看到 这个Anson Lo 就会尖叫 叫同学仔 就可能是 如何安爱自己 是的 他有三条问题 他就先给几张照片 在通告中 就是这张功课字 他就放了三张Anson Lo的照片 第一条问题 Are you screaming out loud now? 就是他就问你什么 就是你看到 现在在尖叫 你看到这张照片 有没有尖叫呢? 第二 When will you scream out loud 就是if 叫你填题目 其实简单来说 纯粹是英文习作 这个题目很厉害 这个题目 不过她的题目 就拿了Anson Lo 让那些年轻有些 就是叫做 兴趣 好 那本身这件事 你有没有错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家长看到家长是斜货 有家长就即时 就向学校反映 为何要放这些 就是他觉得 似风不可掌 就是他觉得 为何要将这些东西 就放在题目上 继续之后 原因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 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无意 因为文字 他的报道是这样写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由于Anson Lo 曾经多次出演 曾经演出同性戀提材的 剧集《大叔的爱》 质疑此举 家长质疑此举 会令刑处于求学阶段的青少年 对两性关系出现疑惑 就着家长的投诉 Anson Lo 到现时这一刻 是没有回复的 周润发做过黑社会大哥 是的 然后李修言 又做过贼 又做过警察 是的 这些飾演的角色 关不关乎影响到学生的成长 不知道 殷之丹也做了关公 对 对 类似是这样 但这个 令到学生有兴趣 我觉得多年来也是 你说要看古板 看死古古 我觉得在学生 小过十多二十岁的年代 你是难些 对 我们那个年代的英文题目 永远都是Tony 是的 以及Peter 是的 他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名字 现在做了个Anson Lo 那怎样可以 那是要新一些 那样东西 因为你有些名字 是不会用的 其实现在 其实很老实 譬如说 可能Peter John 可能已经是 Andrew 都可能很少人用 现在是什么东西 什么神 什么东西 什么神 你们去去都是那些名字 那我就说要与时并进 第二是什么呢 譬如当那些题目 以前小时候你读书 一定觉得 不够我现在电视机 或者网上看到的东西 你会觉得他很out 直到你这个人大了 出来做事了 你才愿意去看 以前你读书的那些 你是怀念的 是这样的吗 你是恨恨去看的 那些 所以我就说 这个你说他是不是用心良苦 我觉得MISS 或者SIR 是用心良苦的 但也反过来 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MISS SIR其实出题目 都很沉悶的 可能其实他自己 都出到一个地步 就叫出什么 好呢 隨便吧 就这个 可能他就是这样做 因为他也要交工货 我反而觉得 他真的没有用心 什么玩意 用心没做 如果可男 你作为妈妈 如果我是要那么行 我抄一下其他一些都可以 是 第一件事是这样 第二件事趁可男 起来就是 我经常都说 究竟是他妈妈读书 还是他的小朋友读书 那些家长会 去协助一下大家 协助学校那些 可能统筹 意见安排那些 OK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作为父母 要参与 为何 sir会出过这样的题目 当然你的自由 可以让你反映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对这个题目 都有意见的父母 麻烦你捏一捏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影响 整个学校的教育方针 每家学校里面 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 由校长 训道主任 跟着评级 跟着有教育署 他其实又规范了 很L多的东西 已经 他们已经是因应 那些 九十几样东西而出题 加上那些妈妈去 那一班里面 现在叫做走走走 杨远洪说 二十几个人 现在那些妈妈都走 剩下七成的学生 现在走二十几个百分比 好了 都二十几个 大佬 阿姨和阿sir 要招呼多二十几个 老爸老母 怎么教 很难搞 确实是这个 譬如现在 我想未来 天文应该加上 其实未来五至八年 最起码 香港那个教育的 风气 狀态 好 现实也好 七国禁乱 一定是七国禁乱 第一 那些人执位 第二 其实以往 可能之前也有听过 因为今年太多人 在暑假时 那些小朋友就走了 然后那些学校 以前俗称Band 1 可能脱了一些位 你Band 2 那些同学 就放上去 或者补上去 之如此 你确实是令到整条 整体的curve 拉低了 当然我这样说 好像好 你不用瞎瞎 求学不是求分数 但是 恩财师教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你的同学 的质地 各样东西加上 跟你整个学后 怎么推 又是一件事 就是一个配合 好 然后当你要 整理这些人的时候 一件事 第二 你整理完之后 中间他们学的东西 因为现在最大件事是什么 往后再看远 多一点的时候 香港会出现一个很搞笑的状态 例如我们 我读书 或者你们读书的时候 香港读书的时候 出来的那套学生 那一代的学生 和譬如现在 可能是九十中 九五打后 九五打后出生 到可能是一零 或者一一年出生的 那一堆成长 他们出来的风格 好像是完全超脱了 超脱了什么 我们以前还惯了那些 纸笔墨演 最基本的那些 好了 你一去到下一代那些 全部电话之余 还要他们想法 那个跳跃的模式 跟我们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们出来做事 跟那些小一代的去合作的时候 或者那些年轻 你会觉得 他完全想法的mindset 跟我们很不一样 好了 但基于可能是 再隔多到现在这一代了 除了你说 可能人数上 有很多是 不是直接在香港出生的 至于此类 其次 接着再者 就是现在要改那些制度 譬如 先说没有了通识 真的通识 是一件挺有趣的产物 通识出了之后 那些年轻人想法 跟你现在不让他有通识 之后的想法 我很想看 我有个小小的 因为我又未经历过通识 那时候 我们是社科建的 是呀 之后现在是常识 我们应该这样说 这个我小弟的意见 我自己本人的意见 我们在学习那一套 是最基本 紧局基本盘的东西 有了通识 像说明书 如果我用有通识和没有通识 作为一个分界线 有通识的话 那些年轻人想法是疯了一点 可以说他想法多元化 多了几个角度 多了 就是讨论多 你也可以说他想法直接 不好听一点 你可以觉得他没有什么礼貌 或者不懂得顾 人情世故 这个是我过去十年 出去工作的时候 观察到的东西 但是当没有了通识 我都很担心 之后出来的年轻人 会蠢得很教官 就是那种蠢 是有一种愚笨 那种愚笨 不是说他的智力有问题 而是他不会转弯 有些转弯 转得太厉害 现在就扭到他不转弯 所以其实往后 如果我们继续工作的时候 继续每一年 都有一些新的同学生 批准业加入 你要慢慢和他们相处 或者如何给他一些东西做的时候 那个adjust 是另一个wave 我都预计到 会有这样的状态 而建校的可能是五年后 五年后差不多 起码中学没有了通识 他们出来工作 你就开始见到 你会发现 以为为什麽是这样的 有一帮人就聰明 有一帮人以为好像很鈍 我用鈍来形容 鈍不是代表他聪明还是蠢 只是纯粹他不懂 转弯 这个是我觉得 我预计会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些父母的声音是这样的 学校控制不了 现在又迫着 很多朋友都说 儿子又留在这里 因为他们真的要在香港继续生活下去 有些父母 可能我不知道 譬如你有没有跟你儿子沟通 就是多一些 以前我那个年代 其实回到家 父母都理不了我们做不做功课 我们是自主的 因为他们各自各忙 我觉得去到阿斌的时候 整个社会 资源又充裕些 父母又可能已经可以休息一休息 便会鞭策 小朋友多些 又或者已经开始淋 例如货外活动 又和你规划一下将来 我那代 可以说只有三种人 一种是中流底柱 成绩 刚刚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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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而我们这一种就没有了 但是就开始现在的议论 就是说 父母在学校搞不好 我们在家里搞 用回他们一些的认知 或者知识 开拓多一些子女的思维 叫他補一補飞 学校搞不好 学校搞不好 那就跟着在家里搞 可南你有没有这样的倾向 其实我有没有 学术一定是学校 因为我也跟不到 其实我每一天见到我儿子的时间 都不够很多 但是譬如送他回学 那一程车 就真的我要教他做人的事 因为我觉得 既然他在学校是学做事 我觉得做家长 我一定要教他做人 是 搞溝女吧 搞溝女就学做人 是呀 我的儿子还是比较单纯 他很害怕 他每次听我一说 他很担心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一遇到做奶奶 不是呀 就今个圣诞 我没有做奶奶做 我害怕 送我书给你 我恨做奶奶 多一点 这样 所以这个 比如说他在题目上 刚才回到他们说 在学校 我也觉得 现在今时今日上学 让那些年轻可以学懂多些 或者他们自己想多些 都是好事 最搞笑的是 我儿子昨天回到家 突然看到桌面上有本书 是红色的 中间有一颗星 红色星 今早早 我的工人告诉我 我问他 为何有这本书 我工人跟我说 儿子说送给我 邓小平 为何你送邓小平给我 他说 学校图书馆说 他说有些书多了 可以送给他们 然后 有些书多了 歌了 总之他说 总之有些书可以送给我们 之后他拿了回来 又不是说送给 我说 为何你给我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喜欢 然后我儿子给他 我来远了 月阳我看到 阿滨对眼都翻了 然后我说 然后 我知道我儿子 为何不懂看 因为一来是中文书 二来我都觉得 挺齊心的 年轻日本一本 你看 每天有空 转他回来信 说等伯父和他聊天 是吗 立刻带他去图书馆 开导一下他 对吧 这些很害怕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 现在都在香港 我都明白 有些可以走的 为何会走 留下的 又要想一下 有什么方法 其实都真的 以往的世界是 家长可以将一些时间 交给学校 去教育他的儿子 以往是大家可以三方面 合作得很好的时候 是可以得出一个很卓越的成果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 你不单止时间 你要给个年轻去上学 家长可能要多用一倍的时间 就是一个雙倍 去扭起那个年轻 还要帮他看那本书 对不对 你要扭起那个年轻才可惨 而那个年轻也很可惨 他删除他不知道 你跟我说 阿sir说 阿sir说 但是阿sir 是不是最真心的跟你说 他都未必 回到他的时候 他说完听完 你爸妈又跟我说 那些话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 他会很混淆 我想说 经常说做人很难 其实做年轻越来越难 我们做年轻最幸福的年代 可能已经 如果这样想回来 对比 那可不可以叫小朋友 代定些句说话 每次上完课 走出去 阿sir的位置 阿sir是真的吗 你先打我当阿sir 我说是真的还是流的 过来吧 先说两句 大哥大哥大哥 先给音乐 弄些暗号 就像阿星爺和阿达哥那样 Missy如果是真的 你扔苹果 如果你觉得是流的 你扔香蕉 对 冬冬冬冬冬 你让我知道 所以 都是辛苦的 明白的 但怎么也好 可能是苦中作乐 也好什么也好 找些题目 等些年轻 学习的时候 就算学得不是最好 但起码让他们想多几重 可能已经是一件好的事 没错 除了学校 我觉得家里新教 可能要再下一些功夫 现在都经常说 父母有很多 事打一个 就放弃了 可能事业那方面 由高薪厚 变成 可能是做一些 服务性的学业 或者叛奏 大家真的牺牲 不要说牺牲 应该为子女 在部分时间的分配上 填多几个小时 这一件事是我们做到的 就做 对不对 有时真的猜不到这么多 阿斌刚才说 我找到一宗 看完之后 厉害了 如果你说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 现在 譬如学校的议题上 或者环境怎么变化 那些同学走了 其实都未得来 我也经常在想 其实那些学生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 管理他们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不要小看 那两三年的变化 再加上见到那么多同学走 曾经何时 大家都读过书 如果有一个同学移民 其实是很大的事 整级 哎呀 谁走 谁走了 哎呀 哎呀 反而好像很平常 哎呀 现在是什么 你走没有 他现在是你走没有 你还没走吗 去哪 你还没走吗 你也是那里 我也是那里 你那里什么时候走 哎呀 那种担心你是参考 我曾经再听到一些荒谬的说法 就是中港学生 那些父母就各自己见 有些就赞成儿子 就继续去香港 即是香港上学 那爸爸就说 不要了 反正现在香港 你见他变化那么大 我又怕儿子 在语言上 其实中港学生 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事 是什么呢 虽然现在学校有部分的科目 就已经是用了一个普通话教学 或者教普通话的时间 是多了很多 那接着呢 就令到那些学生 即是很奇怪的 即是他们那些上学小学的海绵棋 是吸收得最厉害的 即是吸收完 你现在出街呢 很多区 以前都可能只是说 你北区元朗天水围屯门 可能会多些年轻 放了学在街上讲国语 现在开始你感觉到 全幻旺角太子 对面的海绵棋 快要听到 那些年轻人是不其然去讲 甚至乎其实都挺恐怖的 即是你想想他那件事 譬如很多一些拼音 或者一些叫 不是叫拼音 那些叫做译名 对不起 譬如说一个球员 那个中文译名 又或者一套电影的中文译名 可能你真的作为一个 可能我自己本身 你当我食股不化 好什么都好 我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 我听得很硬义 真的很硬义 即是明明你的名字是 Wong Kun Pan 然后变成皇冠 是的 你去广州 你广州就看到很多 这些拼音是不同的 拼音名字 即是我真的想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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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又不觉 我就咪下去那小姐 我们不是说 未去到那个层次 语言文化 那些什么侵蝕那些 不要说这些 而且真的就回小朋友 教学 如果小时候已经有两套的语言 OK 两套的语言 加两套的用词 就是文言 和口语 又写又成 你会变成他们 叫做一种 就是学习的 障碍 性格分裂 性格分裂 很混乱 究竟我是 用词上 譬如 寄我 和给我 已经是吸我 有几样东西 我究竟 寫哪个对 究竟是草莓 还是士多啤梨 我只是举一个 这么简单的例子 是啊 是啊 所以有些父亲 即是我的朋友 即是爸爸那边 反正都是这样 不如拉回回回回回来 不要从香港读 就是你一样就一下执他 就全部说普通话 一定都算 至少听前辈说 有些前辈以前也是 在上面读书 就是深圳荷尔北读书 读完之后再回回香港 才学广东话 这样是更好 聽文化界的前輩說 這樣更好 但現在這樣粒粒亂 戒完卡 戒完關 你又和我講廣東話 戒完再回上去買東西又和我講普通話 怎樣啊大哥 他們都很亂 真的很亂 極度亂 非常之慘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過怎樣也好 現在說到制度也很後話 究竟現在能否開工 能否回到學都可能成問題 因為看你們這些傢伙打針 打到甚麼地步 好像今天洪哥走出來說 不知道怎樣要大家打個出城 定知如此類 所以其實我猜學習的辛苦 教的也辛苦 讓兒子去學那個也辛苦 苦了三個心 最後應該怎樣 沒有人知道 現在只能夠卡住 所以為何很多人不生孩子 就這樣選擇 不知道怎樣拆 那就等一會 所以就 刺求多福 大家開學快樂 有得玩時 好玩 只能夠是這樣 這百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